中国的八一飞行表演队究竟有多牛 再一次震撼全场 50个国家近百名高级代表 见识了什么叫飞行特技 没料非洲军官说出这样的话 谈到飞行表演 不了解的人会把它只当作一门艺术 而亲临现场才明白 这不仅是飞行员作战技术的体现 还是一国空军实力的展现 而我国的八一飞行表演队 称得上是一张以蓝天为舞台的国家名片 要知道飞行表演由于其风险大 而被称作刀尖上的舞蹈 早在1987年 苏联飞行员通过手术刀的飞行动作 用苏尔西划破挪威空军一架 P-3B反潜巡逻机的右侧发动机 并很快返航 这是世界都过看到特技动作的价值 相继加大对特技飞行的训练 中国也不例外 经过40多年的长空锤炼 八一飞行表演队练就了许多空中绝技 令人叹为观止 至今已多次参加航展 阅兵并为16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代表团 进行过600多次飞行表演 向世界展示蓝天舞者 奋勇高飞的航迹 近日八一飞行表演队再次用精湛的表演震撼了全场 在中国国防部举办首届中飞和平安全论坛期间 50个非洲国家近百名高级代表就见识到了八一飞行表演队的看家本领 六架尖十有序冲上云霄 单击大仰角上升 双击剪刀机动 四击编队横滚 五击水平向上开花等一系列高难度表演动作轮番上演 在表演结束后 来自港比亚军队的总参谋长马萨内羡慕表示 此次飞行表演非常壮观 这是只有大国空军才能具备的实力 非常期待未来可以有机会和中国进行合作 可见一次次华美震撼的中国风表演 让世界都为之折服 如今八一飞行表演队不仅形成了自己的表演特色 填补了中国飞行表演领域多项空白 还展现出中国空军驱猛发展的奋飞航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